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香蕉 没错 乔治 那个就是香蕉皮 除此之外 还有洋葱 胡萝卜和其他蔬菜削下来的皮都在里面 猪爷爷煮奶奶会很喜欢的 难道爷爷和奶奶他们会把这些土豆的皮当食物吗 不是的 佩奇 要放在猪爷爷的花园里 他们可以帮助作物生长 哦 午餐之后我们把这些送过去 哦 太好了 猪妈妈 乔治 还有佩奇带着蔬菜的皮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我们到了 太好了 爷爷你好 爷爷你好 我们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啊 原来是蔬菜削下的皮 真是太好了 我的花园里正好缺这些 难道你的花园吃这些蔬菜皮吗 呵呵呵呵 不是的 佩奇 这些蔬菜皮是用来给堆肥添料的 那是什么 我来演示给你看 就在这儿 这不是一个木箱子吗 是的 佩奇 但是你知道吗 这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木箱子 我把这些蔬菜皮倒在上面 然后在箱子的底下就会出现肥沃的泥土 叫做堆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难道这是一个魔法箱子吗 呵呵呵 不是的 佩奇 我还有几个好朋友 他们也帮了点忙 在哪呢 在这里面 你瞧啊 哦 原来是蚯蚁 蟲子 蟲子 蟲子把所有的植物残余变成了堆肥 那爷爷 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蚯蚓放到你的堆肥里面呢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来吧 乔治 我们再来多找一些蚯蚓吧 一条蚯蚓 蟲子 蟲子 你是小蟲子 你是小蟲子 你好吗 我爱你 你是小蟲子 干得好 你要做条好虫子哦 把这些都变成堆肥哦 好吗 最后我可以用这个堆肥 我知道我知道 你在土里放一棵种子 然后用堆肥把它盖上 接着它就长成一棵树了 是的 佩琪 既然说起树来了 我们快去帮帮猪奶奶吧 它现在在果园里面采摘水果呢 那是什么果园啊 就是你能找到果树的地方 在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些果树了 你好 奶奶 你好 奶奶 要和我一起摘苹果吗 是的 奶奶 这些苹果长得太高了 别担心 佩琪 猪爷和猪奶奶摘苹果 是有自己的诀窍的 大家一起来抓住这棵树 树到三的时候 大家一起用力摇这棵树 一 二 三 中在下苹果雨 奶奶 我们可不可以吃一个苹果呀 当然可以了 佩琪 嗯 太好吃了 你们可以猜猜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些苹果核的 嗯 虫子 虫子 没错 把苹果核扔进堆肥里面去喂虫子 乔治真是聪明啊 而虫子们也非常的聪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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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宝宝亚历山大 佩琪和乔治的亲戚们今天要来拜访他们 妈妈 堂姐克罗伊还有多久才会到啊 很快就到了 小宝宝亚历山大也会来 小宝宝总是会哭个不停 他们真的是太吵了 我确定 小宝宝亚历山大不会那么吵的 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啊 是汽车的警报器响了吗 是不是消防车经过了 不是 是小宝宝亚历山大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乔治 你好啊 科罗伊堂姐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朱伯伯 你们好啊 你好啊 朱伯伯 你记得小宝宝亚历山大吧 是不是 佩琪 是的 你是要在这里住几天吗 不是的 这些都是亚历山大今天要用的必需品 没有这些宝宝用品 我们可就哪儿都去不了了 你好啊 小宝宝亚历山大 他不会说话 佩琪 如果他还不会说话 那你们怎么知道他要什么 我门口猜他 我猜他现在一定是饿了 佩琪 你想不想来帮忙喂亚历山大呢 是的 非常想 现在是亚历山大的午餐时间 今天是唐姐佩琪要来为你吃东西 亚历山大 我an day Är 来吃吧 小宝宝 皮筒 来吃一口吧 它总是把他的头转过去 sana 想喂亚历山大吃饭还是挺难的 你看我做 快看这里 飞机飞来了 哦 哈利山大喜欢这样 他喜欢别人把食物假装成飞机 你来试试看吧 佩琪 看这里 飞机飞来了 哦 张开嘴巴 让飞机飞进去 哦 太棒了 刚才那个就是飞机 你能说飞机这个词吗 我跟你说过了 他还不会说话 他到现在还没有说出他的第一个词呢 佩琪 你还记得你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 不记得了 你说的是妈妈 我以为佩琪的第一个词是爸爸呀 不是 是妈妈 那乔治会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恐龙 乔治会说的第一个词是恐龙 有人的午餐看上去不错啊 是的 我觉得他该洗澡了 小宝宝亚历山大要洗澡了 这个就是恐龙先生 你能说恐龙这个词吗 佩琪 他还不会说话 但是总有一天 他会说话的呀 然后就能知道他想干什么了 那么你现在想要干什么呢 亚历山大 我觉得亚历山大是想出去逛一下 他还不会走呢 但是他可以坐着婴儿车出去 这婴儿车看上去真不错 当然 五档条座 挡泥板 还有防暴死制动系统 我完全听不懂 你们说的话实在太深奥了 亚历山大很喜欢听你说话 佩琪 那是因为我说的话都非常有气不是吗 你看上面就是天空 你能说天空吗 刚刚 雨水 就是从那里来的 知道吗 你可以说雨水吗 下雨对鸭子和植物来说都有很多好处 还可以形成很多的泥坑 佩琪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泥坑 你看我亚历山大 我现在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呢 我特别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泥坑 这是我们亚历山大说出的第一个词 泥坑 太棒了 泥坑 而且是我教会他说的呀 泥坑 太红 佩琪和她的家人开车去山上兜风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到了呀 还没到呢 佩琪 来玩个游戏吧 看到我们最喜欢的颜色的车就喊出来 好的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我最喜欢的是橙色 我的是红色 乔治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呀 蓝色 乔治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颜色的车先过来 好的 小猫坎迪坐着绿色的车来了 绿色 那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我赢了 你好啊 坎迪 秘如 你好啊 佩琪 小狗丹尼坐着狗爷爷的拖车来了 橙色 那我赢了 你好啊 丹尼 你好啊 佩琪 又来了一辆车 那是苏西呀 你好 你好 佩琪 蓝色 是的 乔治 那是辆蓝色的车 所以你赢了 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 我们居然一辆红色的车都没有遇到 有辆红色的车就在身边呢 佩琪 在哪儿 我们的车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是红色的 我赢了 我赢了 佩琪一家已经到了山上 等我们到了山顶之后 风景一定很美 我们到了 看着明媚的阳光 宜人的景色 哦 糟糕啊 突然下雨了 美丽的景色到哪里去了 那儿的景色不错 哦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你好啊 兔小姐 你好啊 祖爸爸 给我四个冰淇淋 那么 你要什么口味的呢 薄荷 橙子 草莓 还有蓝莓味 谢谢 好的 看看我买了什么来 是冰淇淋 哦 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 说的没错 我的是绿色 我的是橙色 我的是草莓味红色的 还有乔治的是 蓝色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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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 太阳出来了 看 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出来了 是彩虹 佩琪和乔治喜欢彩虹 我们能够在下着雨 并且还有太阳的时候 看到这种彩虹 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都在上面 没错 有红色橙色 以及绿色还有蓝色 那你们知道 在彩虹的尾巴上能看到什么吗 不知道 可以找到宝藏哦 那我们可以去找宝藏吗 就现在 好的 彩虹的尾巴看起来 好像就在下一个山顶上 我们走吧 哇 它是几天的 雨天是在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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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 我们的彩虹去哪儿了 它跑到下一个山坡去了 真是调皮的彩虹 快 我们去追他 雨天是在玩 从与 上次 雨天是在玩 别担心 乔治 说不定彩虹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藏呢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你找到彩虹的宝藏了吗 是的 我找到了 一个大大的你看 太好了 这真的是最好的彩虹宝藏了 玻璃去游船 猪爷爷要带佩奇和乔治坐船出游了 鹦鹉玻璃也一起去 猪爷爷 你有没有带你的手机啊 我带来了 猪奶奶 小心不要掉进水里啊 不会的 猪奶奶 你开机了吗 开机了 猪奶奶 再见 再见 狗爷爷在这里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好 猪爷爷 今天是个出游的好日子 我本来也想去的 不过我要清洁我的船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还要清洁你这艘生锈的船 真没想到它居然还能飘起来 这艘生锈的船会一直飘着 即使到时候你的旧船 已经沉没在河底一百年了 猪爷爷和狗爷爷是最好的朋友 全速前进了 再见了 我是这艘船上的船长 当船长让你们做什么的时候 你们就要去做 遵命船长 遵命船长 银武玻璃会重复别人说的所有话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佩奇 敲响铃铛 佩奇 敲响铃铛 爷爷 我可以来做船长吗 拜托 好的 要做船长的话 你必须戴上这顶帽子 现在佩奇是船长了 大家都得听从她的指令 敲响铃铛 转动驼轮 遵命 佩奇船长 在船上跳来跳去 佩奇船长很喜欢指挥别人 或许还是应该让我来做船长吧 我们可不想让船撞上什么东西 掌舵这件事情可没那么容易 但幸好我很擅长掌舵 噢 糟糕 猪爷爷的船撞上了一个小岛 爷爷 我们动不了了 我来打给猪奶奶吧 她可以帮助我们 哦 猪爷爷的手机掉进了水里 你好 我是猪奶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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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们得想办法给猪奶奶传个话 哦 给猪奶奶传个话 玻璃可以飞去奶奶那里 真是个好主意 佩奇 我可以来教玻璃说些什么话呢 呃 猪爷爷说 猪爷爷说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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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到了吧 小菜一碟 猪爷爷说 小菜一碟 你这只糊涂的鹦鹉 你这只糊涂的鹦鹉 你好啊 玻璃 你来这里干什么 哦 猪爷爷说 猪爷爷他都说了些什么 你这些糊涂的鹦鹉 哦 救命 救命 哦 我的天哪 猪爷爷肯定是需要帮助 狗爷爷 你好 猪奶奶 猪爷爷需要一些帮助 拜托了 你能去救他吗 夫人 这将会是我的荣幸 太好了 你们好 是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吗 呃 可能吧 需要用我的生锈的船把你救出来吗 是的 拜托你了 狗爷爷 接住这个船长 遵命 船长 狗爷爷是猪爷爷最好的朋友 奶奶 是玻璃告诉你 我们需要帮助吗 是的 玻璃是只非常聪明的鹦鹉 说 我是一只聪明的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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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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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说些奇怪的话 他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 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 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 被霍格船长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 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而且霍格船长 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 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跑到船上去吧 有猪爷爷和鹦鹉 耶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 猪爷爷 哦 谢谢你 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 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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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出发了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快要到了 要把我的船员们聚起来太不容易了 现在起锚了 全速前进 准备大胡子狗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巧你快来去 大小的精不容易 全海的狗笔在这儿 放下来一杯 准备靠岸 孩子们终于到达了猪爷爷的果园 我们的游戏就是找到我的宝藏 但是不能被捉到 小海盗们要加油哦 小声一点 妈妈 我希望我的附近没有海盗出没 因为它们会想偷走我丰富的宝藏 佩奇和她的朋友拿到了一份宝藏 而且没有被抓住 这个是硬币巧克力呀 大家都喜欢硬币巧克力 快吃 快吃 抓住你了 狗爷爷被猪爷爷抓住了 你想拿走我的宝藏 是不是 这是我的 这可是我光明正大赢来的 得了 你才没有呢 就是我赢来的 谢谢你霍格船长 还有大胡子狗为丹尼举办的海盗派对游戏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的 我也玩得非常开心 祝你生日快乐 戴尼 这个是最好玩的海盗生日派对了 噢 月桥之旅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 佩奇在玩她的弹力球 乔治和她的朋友大象埃德蒙在玩太空玩具 月球 月球 乔治把佩奇的弹力球当成了月球 我现在还在玩这个球呢 埃德蒙的太空玩具掉在了佩奇的头上 这个看上去很好玩 你们要去月球上吗 这种无聊的太空玩具只是给小孩子们玩的 它们倒不是真的 但是太空真的存在佩奇 而且也的确有火箭飞到月球上去 博物馆现在有一个关于月球的展览 想不想去看看呢 想 那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吗 不是的佩奇 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月球 我们是要去博物馆 好的 来 这边走 开始我们的月球之旅 突先生是这里的导游 哦 准备 起飞 这个是模拟的对不对 没错佩奇 这只是模拟的而已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我们住在行星上 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 叫地球 你答对了 嘿嘿嘿 关于太空的事情我可算是个专家了 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七个其他的行星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 呃 叫水星 哦 说得好啊 埃德蒙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海王星 天王星 埃德蒙知道所有关于太空的知识 我是一头聪明的大象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是由什么构成的吗 他们都是用纸板做的 这些模型是用纸板做的 但是真正的行星是由岩石冰块和气体构成的 但是我认为月球是由奶酪组成的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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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不是的 月球是由岩石构成的 这是个严谨的学术参观 所以要严肃 不要开玩笑哦 现在我们在月球上了 这是一个模拟的月球吧 对不对 是的 如果这个是真的月球 你就能一下子跳到我头上 哦 谁知道为什么在月球上我们可以跳那么高呢 重力小了 哦 没错 埃德蒙 因为重力才能让我们像这样站在地球上 而在月球上重力小了 所以你能跳得很高 哦 在科学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让你们感觉就像在月球上跳一样 这听上去很不错啊 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这里有弹力绳 大家都系上了兔先生的反重力的弹力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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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月球上这样跳很有趣 说 月亮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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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 我们的旅行结束了 请朝这边走 那月球上面有树吗 没有 那月球上面有汽车吗 没有 那月球上面有商店吗 没有 那样太不正常了 欢迎来到月球商店 我们有月球地图 月球书籍 甚至还有佩奇和埃德蒙在月球上的照片 看 我们在这儿 在月球上跳来跳去 我们还有月球岩石 它中间有一个月亮的图案 从头到尾都有 哦 要不要来点正宗的月球奶酪 这个多少钱啊兔小姐 五英镑 谢谢 五英镑 这都是为了筹钱做好事 我现在喜欢月球了 因为在月球上非常有意思 吃起来也非常美味 哈哈哈哈 游乐场 今天佩奇和家人要一起去游乐场 我好喜欢游乐场啊 滑梯滑梯 我带乔治去玩旋转滑梯 好的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来吧 来吧 钓到鸭子就能赢得大熊猫哦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吗 好啊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膳似的 妈妈 我想要那只大熊猫 哦 我试试看 但我想这并不容易 你说得对 我猜你不会赢 什么 你不会赢 我认为这只是浪费钱 我们走着瞧吧 猪妈妈获胜了 实在太神奇了 给你的大熊猫 你想不想要一只小点的大熊猫 不 我有这只就够了 妈妈 你看 好大的熊猫啊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才不会呢 乔治和爸爸正在旋转滑梯那排队 嗯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善事的 哦 天哪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哦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揍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哦 好吧 快来吧 快来吧 只要射中目标 就能赢得一个大熊猫 妈妈 这个你也做得到 佩奇 我们已经有一只大熊猫了 不用担心 你不会赢的 女生不擅长这个 抱歉 你说什么 这游戏需要技巧 需要多少钱才能玩 一块钱 猪妈妈获胜了 哦 不可思议 你的大熊猫 给 好耶 妈妈 我也想要那个大熊猫 那个也太大了 才不会呢 猪爸爸和乔治正坐在摩天轮上 好 抓紧了 哦 这真是太高了 哦 终于结束了 还没有 一块钱能做五圈 要赚五圈 哦 不 来吧 来吧 测试你有多大力气 快来挑战大力锤吧 这要怎么玩 只要你用这把锤子 砸下这个按钮 如果铃声强起 就能拿到奖品 不需要什么技巧 但是你要很强壮 我想试试 一块钱 真可惜 我很强壮 我想试试 你们都往后退一点 小心点啊 猪爸爸 你没那么强壮的 说得没错 猪先生有些胖啊 什么 我是说猪先生的肚子 看起来胖胖的 把锤子给我 我 我的老天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 他迎走了我们所有的大熊猫 好耶 妈妈 我能把大熊猫 分给我的朋友们吗 当然可以 佩琪 谢谢你 佩琪 你们人真好 非常感谢你们 爷爷来游乐场 今天由猪爷爷来照顾佩琪和乔治 好了 爷爷 让我来告诉你 游乐场里该怎么玩 这个是滑梯 你从这里走上去 然后呢 你从那里滑下来 而且玩的时候 大家都要排队 我知道什么是滑梯 佩琪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一个人玩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 有没有秋千玩呢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个时候有秋千 攀登架还有旋转圆盘 是吗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滑梯了 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哇 哇 大家都排好队 轮流玩滑梯 哇 淘气的理查德 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 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 哦 小家伙 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 是吗 理查德 因为理查德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改变规则 祝爷爷 没关系的 孩子们都能理解的 是不是啊 哈哈哈 哇 但是爷爷 乔治也还小 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 哇 是的 乔治的确还小 所以呢 他也不需要排队 哇 哦 糟糕 乔治和理查德两个人 一直在玩滑梯 耶 爷爷 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玩滑梯啊 你不用担心佩奇 他们不会在上面玩很久的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秋千吧 小马佩德罗在秋千上玩呢 佩德罗 现在能让我玩吗 可我还想在秋千上再多玩一会呢 但是你已经在秋千上玩很久了 请问猪爷爷 你可以过来推我一下吗 我觉得现在应该轮到别人来玩了 佩德罗 但是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哦 这样啊 那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来推你吧 但是爷爷 哈哈哈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旋转圆盘吧 大家都喜欢玩旋转圆盘 旋转圆盘上太多人了 大家都下来 嗯 但是猪爷爷 我之前就已经在这上面玩了 那你可以回到旋转圆盘上去 我也要回到上面去 哦 为什么呢瑞贝卡 嗯 因为我的生日就快要到了 哦 好吧 还有我 哦 好吧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等等 现在旋转圆盘上一个男孩子都没有 哈哈哈 那么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戴着眼镜呢 那我能上去吗 孩子们开始自己制定规则了 我需要上去 因为我喜欢胡萝卜 现在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不行 我也需要上去 因为我可以做这个 哈哈哈 猪妈妈过来了 照顾孩子还顺利吗 我 我 我很困惑呀 这个游乐场的规则实在有点太麻烦了 游乐场里只有一个规则猪爷爷 这个规则就是 大家都要排队玩 哦 嘿嘿嘿 什么 小孩子们也要吗 对 小孩子们也要排队 那么年纪大的人也要排队吗 比如说爷爷 即使像猪爷爷这么大年纪的也要排队 在游乐场 大家都要排队玩 哇 哈哈哈 坐火车 今天佩奇和朋友们要坐火车去玩 哈哈哈 兔先生是火车站的站长 需要几张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给我十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教师票 谢谢 好了 孩子们 你们不要把票弄丢哦 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 哦 我的票弄丢了 哦 亲爱的佩德罗 你一定要小心点儿才行 你的票在那儿呢 嘿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别再丢了 哎呀 火车来了 火车 兔小姐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太好了 哈哈哈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哦 孩子们必须找到 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个信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 树在上面吗 嗯 不在 哦 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糊涂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 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撿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嗯 我想我的票弄丢了 哦 太不小心了 喵 你的票在这儿呢 佩德罗 你坐在他的上面了 嘿嘿嘿 你要小心保管佩德罗别再丢了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 哇 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了 灵阳夫人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好的佩德罗 那么你就坐到前面去吧 嘿嘿嘿嘿 你好啊 佩德罗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啊 你想来开一会儿火车吗 是的 谢谢你了 嘿嘿嘿 我看到信号灯了 那个 在表格上面 太棒了 孩子们在信号灯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信号灯让火车停下来 这样能让其他更重要的人通过 那是鸭太太和她的朋友们 哦 我们还差一个隧道没有勾呢 哦 天哪 怎么那么黑 我们现在在隧道里了 隧道是最后一个需要找的东西 太棒了 终点站到了 全部下车了 现在大家都下车吧 但是灵阳夫人 我要怎么回家呢 佩琪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起点了 火车已经走了一个大圈 请把票拿出来 哈哈哈 佩德罗又把她的票弄丢了 呃 佩德罗 能把帽子还给我了吗 佩德罗的票在这儿呢 哦 原来我把她放在这儿了 哈哈哈哈哈哈 消防车 猪妈妈打扮成了消防员 妈妈 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呢 因为我要去参加 妈妈消防联盟的练习呀 哦 哈哈 这是你们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的好借口 怎么 那你今天干什么呢 猪爸爸 我和爸爸足球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开 哈哈哈哈 不就是你们一群成年男人聚在一起踢足球吗 我们还要一起吃烧烤呢 公牛先生 兔先生 马先生 还有斑马先生都来了 猪爸爸准备好一起玩了吗 哈哈哈哈 走吧 哈哈哈哈 嘿嘿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消防联盟吗 当然 哦 太好了 嘿嘿嘿 嘿嘿 这里是兔小姐的消防站 你们好啊 佩奇和乔治 进来看看消防车吧 哇 消防车 那儿有把梯子用来爬高 这根水管是用来喷水的 这大铃铛起到警示作用 叮当 叮当 嘿嘿嘿嘿 嘿嘿 现在 我们到上面去吧 看看有没有火情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乔治 哦 有谁想要来喝杯茶再聊会儿天哪 听上去很不错 哦 一个电话 佩奇 那个是消防电话 只能在有火情的时候才能用 哦 着火了 着火了 你好 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哪里着火了 我能和猪妈妈说话吗 谢谢 哦 是猪爸爸 猪爸爸 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 这是紧急情况时才使用的 可我就是有紧急情况啊 我到处都找不到番茄酱 怎么办呢 猪爸爸 我现在要把烧烤炉点着吗 好的 麻烦你了兔先生 烧烤的时候你们要小心点 相信我们猪妈妈 我们这些爸爸都知道怎么烧烤的 再见 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加点炭 需要再来一点风 我觉得还应该再加点营火物 好了 我们只能等等看有没有火情 那么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呢 呃 我们可能要等很久哦 我就已经等了很久了 那你一共灭了多少次火呢 兔小姐 呃 没有 从来没有着过火 但我们要随时准备着 消防电话又响了 哦 你可以来接 佩琪 说不定又是你爸爸 好的 你好 这里是消防站 你好 佩琪 哦 爸爸 真的是你啊 你实在是太淘气了 这可是消防专用电话 你知道吗 你能让兔小姐接电话吗 你是个好孩子 爸爸说 让你来接电话 你好啊 猪爸爸 这个电话是消防专用的 只能是 烧火了 烧火了 哦 糟糕 猪爸爸的烧烤炉着火了 着火了 着火了 爸妈们要收到灭火了 哦 哇哦 peutado 抓紧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效果了 效果了 冰燎 冰燎 哈哈哈 吐小姐的消防车来了 太好了 快往后退 爸爸们 Ro生我的妈妈 打开消防车的水 好的 猪妈妈 火被扑灭了 太好了 谢谢你救了我们兔小姐 不用客气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妈妈消防联盟该做的 多亏了兔小姐 好心地用水浇了我们的花园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泥坑里跳来跳去了 是啊 我非常喜欢消防车 尤其是他帮我们浇出了泥坑 洗衣服 今天早上猪爸爸在洗衣服 爸爸这就是什么衣服啊 这是我的足球服啊 猪爸爸今天下午要去踢足球 但是我要先去工作 一会儿进 再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 他必须得去上班了 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 我们来玩吧 好的 我们来玩吧 贝奇 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 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猪妈妈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哦 糟糕 妈妈 爸爸的足球服被我们弄脏了 上面都是泥 别担心 我们洗一下就好 我们很快就可以洗完 祝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溅到过 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 哦 我的裙子上也溅到泥了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洗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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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机使整个房间都震动了起来 哦 佩奇 你的裙子呢 我把它放进去洗了呀 什么 哦 糟糕 看呀妈妈 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 是的 佩奇 但是你看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哦 糟糕 佩奇的红裙子把其他白色的衣服染成了粉色 对足球服来说 粉色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哦 猪爸爸下班回家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爸爸 啊 猪爸爸 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 那个 一会儿再说吧 猪妈妈 我要快点准备去踢足球了 我的足球服去哪儿了 在这儿 佩奇 你个小糊涂 这是猪妈妈的裙子啊 是粉色的 不是的 猪爸爸 这件就是你的足球服 它沾上了一点点泥 所以我们把它洗了 但是洗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对不起 爸爸 但我不能穿粉色的足球服去踢球啊 为什么不行 爸爸 粉色是很好看的颜色 嗯 你觉得呢 乔治 不好看 乔治一点也不喜欢粉色 猪爸爸的朋友们来了 公牛先生 兔子先生 马先生和斑马先生 猪爸爸准备好去踢球了吗 他马上就出来了 他们都是穿白色的 我需要一件白色的衣服 但是爸爸 你已经有白色的衣服了 能把你的外套脱掉吗 看见了吧 真是 太棒了 谢谢你 佩奇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猪爸爸 我喜欢你的衬衫 非常时髦 谢谢 走吧 我们去踢足球吧 好 进球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爸爸 你又把你的衬衫给弄脏了 当然了 佩奇 踢足球时 足球服肯定会被弄脏的 猪爸爸喜欢踢足球 大家都喜欢踢足球 尤其是在地上有泥的时候 佩德罗咳嗽了 今天是上学的日子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在上音乐课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 对不起 羚羊夫人 哦 糟糕 佩德罗咳嗽了 你们不要担心 我马上打个电话给棕熊医生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你好 医生 我是凌羊夫人 有个孩子生病了 你不要慌张 我现在就过来看看 你们是哪个人生病了 我一直在咳嗽 我知道了 是没谈的那种咳嗽 还是有谈的那种 嗯 我不知道 但是它是这样的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就是羚羊夫人开始唱歌的时候 你的咳嗽并不严重 但是佩德罗的咳嗽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传染是什么意思呀 当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 有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咳嗽的 那么我需要吃药吗 只要吃一勺这药就行了 不过这味道可能不太美味哦 呃 这味道就像一只在里面灌满了果酱的旧鞋 太感谢你了 棕熊医生 再见 再见 和我想的一样 佩德罗的咳嗽确实会传染 小狗丹尼和小羊苏西被佩德罗传染了 张开嘴巴 呃 这个药的味道就好像是地毯味的酸奶一样 呃 这个药的味道就像是花朵 做得好孩子们 吃药的时候就该这么勇敢 那么你会生病吗 棕熊医生 不会佩奇 我从来不生病 我每天都会吃一个苹果 嗯 再见 再见 放学的时间到了 家长们都来接孩子回家了 妈妈 爸爸 我今天咳嗽了 咳咳咳 棕熊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他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药夫人 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哦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噢 糟糕 所有的大人都被佩德罗传染了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我是小猪佩奇 所有的大人都生病了 别太担心佩奇 我马上就来 你们大家好啊 都被佩德罗的咳嗽传染了 没事的 都排好队 然后张开嘴巴 这个味道就像是大奶糊和旧袜子 谢谢你来为我们看病 棕熊医生 当你生病的时候 谁来照顾你呢 没有人来照顾我 我从不生病 噢 糟糕 就连棕熊医生也被佩德罗传染了 不要太担心 再见 再见 棕熊医生太可怜了 他生病了 但是却没有人去照顾他 噢 谁来找我了 你好 我们过来照顾你了 这里有些水果 还有一个抗疹呢 你还要把这药吃了 哦 味道就像是果酱酸奶味道的淡奶糊袜子 我们还要为你唱首歌 这样能让你感觉好一些 露营度假 佩奇和她的家人开着露营车度假去了 早上好啊 我的小家伙们 早上好啊 猪妈妈 我喜欢露营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 猪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 快点走开小鸟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 猪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 说得好 猪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直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票儿童票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他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嘛 佩奇和乔治喜欢野餐 看鸭子们过来了 别吃爸爸 我们需要拿面包去喂鸭子 好吧 你好啊鸭太太 更多的鸭子来了 鸭子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来了 又来了许多鸭子 这两只是鸭爷爷和鸭奶奶吧 这些估计都是叔叔阿姨吧 我们的食物现在喂完了 鸭子们 你们要跟我爸爸说谢谢哦 不用谢鸭子们 我喜欢鸭子乐园 是时候该回家了 我想知道回家最近的路该怎么走 向前始终执行 开到河里 哦 你确定吗 确定 请你开到河里 但是我们不能开进河里呀 没错 它根本就是在胡说 请按下蓝色的按钮 露营车就这样开到了河里 我们的露营车现在变成了一艘船 可是我不太希望这样 欢迎各位使用未来之车 你们看 那是小狗丹尼 还有他爷爷 你好啊 猪爸爸 继续开 到达下一个山坡 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我们到家了 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假期 露营车女士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出去度假很好玩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 晚安啦 我的小家伙们 晚安 最近的天气总是雷雨交加 学校的屋顶一直在漏雨 我们要怎样才能筹到钱 把屋顶修一修呢 我们可以举办木捐长跑 什么是木捐长跑呀 就是大家在一起野餐 然后捐钱给那些跑步的人 只要你跑得越远 筹到的钱也就越多 真是个好主意 猪爸爸 那么你能跑多远呢 什么 呃 你想让我跑多远 我就能跑多远 但是爸爸 你根本就跑不动不是吗 你别胡说 我可是很擅长跑步的 很好 还有其他人想一起跑吗 不用了 谢谢 但是我会捐钱出来支持猪爸爸跑步的 我也是 还有我 非常好 谢谢你了 猪爸爸 佩奇和她的家人正在吃意大利面 太好吃了 意大利面还有剩的吗 我说猪爸爸 你都已经吃了三份意大利面了 食物给我能量 而我正需要能量参加木捐长跑 但是你应该去练习一下跑步才对 我今天得练习吃意大利面 然后明天我再去练习跑步 不行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练习跑步 快来吧爸爸 来比赛 这太容易了 往山下跑确实很容易 但是往山上跑就很困难了 看来我不应该吃那么多意大利面的 今天就是木捐长跑的日子 凌羊夫人有张图表 上面显示了猪爸爸要跑多少公里 猪爸爸首先要跑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个超市 然后再跑到这里 是我爷爷的修车场 最后呢 他要跑到这里 这是风吸堡 那样的话我们就有足够的钱 把学校的屋顶修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跑 就位 预备 跑 我跑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野餐了 糊涂的爸爸 那个只是一幅画而已 没错 现在你要跑向真正的风吸堡了 请就位 预备 好 加油 加油 主啊 你可以做到的 加油 小车 你可以做到的 校车已经率先到达了风吸堡 现在大家都开始野餐了 我要水 我要水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而且还有一个如此轻松就能筹到钱的活动 我要水 我要水 猪爸爸终于到达了超市 一路跑过来让他感到非常的口渴 我们从望远镜里看吧 我能看见爸爸了 望远镜能让你看清远处的东西 他走得非常慢 猪爸爸到达了狗爷爷的修车场 就这样吧 我跑不动了 爸爸停下来了 哦 你看上去很热啊 来吃点东西凉快一下吧 再补充点能量 来吃根雪糕吧 太感谢你了 狗爷爷 真好吃 啊 黄蜂 走开 走开 快走开 你个小虫子 这只黄蜂想吃猪爸爸的雪糕 不行 这可是我的雪糕 爸爸他又开始跑起来了 而且跑得很快 太好了 走开啊 快走开 你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猪爸爸 我们的钱已经足够可以去修屋顶了 哦 猪爸爸把黄蜂甩掉了 哇哦 干得好 猪爸爸 你多跑的那些路程 让我们募集到了足够的钱 可以换辆新校车了 谢谢你 猪爸爸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好